我们来看整体,设置线方程式y等于5s-a加25 语言方程式3s平方加3y平方-2s加4y加b等于0 相切于p点座标c-1,49abc等于多少 这个推移是,那么首先我们针对这个圆 那么因为s平方y平方它的系数并不是1 所以我们把整个式子,那么同时把它乘上三分之一 所以得到是s平方,那么再加上y平方 那么乘上三分之一,所以减掉了三分之二s 乘上三分之一,所以加上三分之四y 那么乘上三分之一,所以得到的是三分之一 那么等于0,那么接着我们来求出它的圆心座标 那么圆心座标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是c点的话 那么它的s分量就是s系数把它加负号以后再除以2 所以我们得到s分量是三分之一 那么y分量是三分之四加负号再除以2 所以得到是负的三分之二 那么因此我们在座标平面上来画一个圆的式一图 那么圆心座标c点,座标是三分之一,负三分之二 那么题目中的根源相切于p点,座标是c负一 那么这一条直线我们把它称为是l 那么因此圆心c点跟切点p连接线,那就会垂直这一条直线l 所以首先那么第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那么cp线段就会垂直直线l 两条直线或线段垂直我们知道 那么它的协力乘积 也就是说cp线段的协力 那么再乘上直线l的协力 那么相乘积就要等于-1 那么因此呢,cp线段的协力,我们就利用两点之间来求协力 所以是c,那么减掉了三分之一 这一则呢,负一减掉三分之负二 那么因此呢,这里我们就直接写三分之二 那么再乘上直线l的协力 直线l的协力就是s前面的系数 vc就说是5 那么相乘积等于负一 所以我们就求的 这个分子是负的三分之一 负跟负号消掉,那么因此呢,三分之五 那么就会等于呢,c减掉三分之一 从这里,我们就求得c的值 那么就是二 那么求得c的值是二 所以呢,p点的坐标我们就求得了 意思也就是说p点的坐标 那么得到呢,就是二 负一 所以呢,接着第二件事情 那么p点在这一条直线上 那么p点也是在这一个圆上 所以我们就把p点坐标 那么二负一 那如果呢,我们把它带入直线l 来求出a这个值 那么因此呢,y我们把它带负一 所以就会等于5乘s乘以2 所以这里呢,就得到是10 再减掉a 再加上25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求得 那么我们的a值 所以求得a值 那么就得到是36 那么接着呢,第三件事情 我们再把p点坐标呢 2-1 我们把它带入 那么这个圆方程式 那么这个圆方程式呢 如果我们把它叫做是圆c方程式 所以带入圆c方程式 我们把它带入了原来的这个式子 所以呢,3乘上s,s是2 所以2的平方4乘上3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得到是12 再加上y是-1的平方是1 那么因此呢,再加上3 那么减掉了2乘2 所以减掉4 加上4乘-1 那么因此呢,减4 所以再加上b等于0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求得 那么这个b的值 求得b的值就等于4-7 所以接着题目呢,是要求abc 那么因此呢,我们来计算abc 那么计算结果我们就求得 a呢是36 那么b呢是-7 c呢是2 所以题目呢,要来求abc 我们求得呢 那么a的值是36 求得b的值是-7 那么c的值是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